有人说只有尸体永远不会说谎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这高颜值的美女叫恩帅 她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 因为从小喜欢侦查题材 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检察官 但她第一天报道 这个糟老头子领导就给她安排了大案件 这是一起家庭暴力命案 两夫妻经常吵架 妻子昨夜却惨死在家里的客厅 而最大的嫌疑人正是她的丈夫 恩帅来到了案发现场 她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当看见躺在客厅中间的女人时 还是被吓得连退了两步 这么一下恩帅似乎忘记了保护现场 只见她直接走向了死者 想要看清死者的脸 在没有保护错失的情况下 她竟然用手直接将死者尸体翻了过来 当看清尸体脸上的尸斑时 恩帅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就在这时 一名法医大声喊住了恩帅 看着被翻动过的尸体 法医被弃得火冒三丈 她无情地责骂恩帅的愚蠢无知 翻动尸体也就算了 竟然连手套都不戴一下 恩帅也主动承认了自己的冒失 但注意到恩帅也没带脚套 法医又骂了起来 旁边的老王和小强上前劝说 但却是火上添油 直接被法医强势喝退 恩帅想为自己辩护 但也是敌不过经验老道的法医 法医叫白范 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解剖尸体 人送外号疯子疯范 但他做事却一丝不苟 尸检的时候绝不会忽略任何细节 恩帅被他骂得无地自容 白范从腰包里掏出一个鞋套递给了恩帅 让众人立即滚出案发现场 第一天上班的恩帅被彻底骂傻了